接著要介紹的東西 這個小事啦 一個叫做前陣 就是大地震之前 經常有一些小地震叫做前陣 不過你不太容易判斷出來 這些地震是大地震的前兆 還是說 他就是 這是一些歐巴的臨時性的 單獨獨立的地震 但是後面就很明顯 叫做余陣 余陣 就是大地震之後 經常有一些小地震 那叫做余陣 如果你的地震在規模7以上的話 你的余陣在規模5以上 那個有一些余陣 這些余陣當然會在陸陸續續後面的災害 會不會提到他 這是一個重點 叫做地震帶 就是經常發生地震的地方 叫做地震帶 然後世界上有三個地震帶 就是環碳瓦地震帶 歐雅地震帶 跟中央級地震帶 OK 第一個是環太平洋地震 就是環太平洋 這是中間這一圈 看到這一圈 叫做環太平洋地震帶 這裡寫了一大堆的地方 你通通不用理他 你只要理個地方就好 台灣 你只要理台灣就好 就是台灣位在所謂的 環太平洋地震帶上面 就可以了 你只要理台灣就可以了 你其他的都不用管 你其他的都不用管 那麼 其他的叫做歐雅 這個名字很多 歐雅地震帶 地中海地震帶 地中海級橫貫歐雅地震帶 就是中間這一條 中間又一條 知道我 另外一個叫做 中央級 中央級 中央級地震帶 OK 就是知道可以了 那麼我們這是以前複習的東西 以前交過了地震帶的帆布 大家跟誰一樣 地震帶跟誰一樣 板塊 板塊 對很好 我們之前有提過了 我們在講過的時候有帶到過 有一個地震帶上面幾乎都是前緣 誰啊 地寒對流上升 中央級 中央級非常好 中央級地震帶 然後深圓地震 幾乎都發生在太平洋 為什麼 因為它有很多的海溝 因為它有很多的海溝 海溝在這樣 那有關那個深圓 中圓淺圓 在講義的第六頁的知識快逸有寫 你就自己欣賞一下 看一看就可以了 那淺中深啊 各自的分布如何啊 看一下 反正我上天講過了 你不用背什麼叫深圓 什麼叫中圓 什麼叫淺圓 可是你要知道 中央幾乎都是淺圓 深圓幾乎都發生在 反太平洋 那這件事要知道 OK 那麼地震預測 OK 科學家說的 預測地震必須是 能夠說出時間 地點 震源有多深 震源有多深 規模有多大 這樣才叫做預測 不然我隨便扶到我一定對 明天會有地震 我一定對 台灣一年可以發生一萬多次地震 大多數無感 不是講廢話嗎 確定要 要能夠 科學家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辦法做預測 我們有很多在想辦法 像美國在加州擺一堆的儀器 今天這一堆事情 看能不能收集到足夠的data 然後讓你知道說地震之前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狀況會發生 看地下水啊 什麼風氣海浪之類的 然後日本人有怎麼放個鞭魚敲敲他 他鞭魚都亂翻之類的 反正很多方式 但是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確定的方法可以做 大陸曾經有過 這是我以前講一下 有沒有更多我不知道 有沒有更多我不知道 你知道的四次 短齡預報成功的進行 短齡預報就是四 時間很短 未來兩三天一個禮拜之內 就有地震 告訴你 所以我們就第一次海城大地震 事先說有地震 做好舒散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傷亡 幾乎沒有什麼傷害 等於大地震 但是雖然大陸有過四次的成功經驗 大陸也不敢說他們就預測地震 他們似乎也只對某一種情況的地震 比較可以猜一猜 而且海城地震的第二年吧 你看第二年 有沒有更大的地震發生 沒有被說出來 唐山大地震 前去年現在也有電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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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山大地震 當然啦 後來事後的說法是 其實有人曾經警告過 唐山會有地震 可是當時沒有做主意 沒有壓下來沒有過 這也滿正常的 假如上帝告訴你 兩天之後台北市有大地震 那你要講還是不要講 如果你講了 台北市都跑光了 真的有地震發生了 你就是救世主 如果什麼地震都沒有 這種預測都不是很百分百的 非常準的 這種地震反正不是很確定的嘛 所以到底要是很難說 反正這就是大陸有過四次的預測經驗 可是基本上我們不認為說 我們這樣可以預測地震